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參加我們三藩視播道會網上的五堂崇拜 今天我們繼續思想馬達福音登山補份的訊息 我們來到馬達福音第七章十三節至十四節 題目叫做生死抉擇 為我指示在這段聖經之前 只能和心低頭和同舊到 慈悲人天父我們滿心多謝你 因為你愛我們 差派耶穌基督 你的獨身子來到世上為我們釘寫十節 以致我們的生命是有盼望 我們可以藉著耶穌基督能夠與神和好 叫我們輔助這個世上是有意義 是有目的 有盼望 我們多謝你 求你藉著你的話語去提醒我們 叫我們在人生的抉擇裏面 首先想到神 想到耶穌基督 想到你自己給我們的使命 求你向我們說話 討告來奉耶穌基督也未求 人在江湖 身不由棋 我記得很多年前 Nissan的車友的廣告是這樣的說法 We don't drive we are driven 真的 美國這個大染缸的社會裏面 很多時候是身不由棋的 很多時候是被很多元素去支配著我們 被很多人 被很多壓力支配著我們 究竟我們活在一個什麼的江湖當中呢 好幾年前是有些非常有趣的數字 是值得我們去參考一下的 每天在美國有十萬四千人搬屋 其中一萬八千人搬去其他州 不在自己本州居住了 美國政府每天通過五十葉子的法例 有四十個美國人每天慶祝一百歲的生日 五千八百人慶祝六十五歲的生日 有八千人企圖忘記他們已經到了四十 踏入中年期了 每天在美國有一百六十七間公司倒閉 現在我想多很多了 但又有六百八十九間新的公司成立 每天有一百零五個人成為八萬富翁 有四千五百新車出售 但有八萬七千的車 是撞毀的 每天有二萬人寫信給總統 但會不會就不知道了 有六千三百人離婚 有一萬三千人結婚 每天被狗咬傷有一萬一千人 其中二十個是郵差 每天在美國吃了七十五毫的披薩 五千三百萬隻熱狗 一億六千七百萬隻雞蛋 三百萬加卵雪糕 三千噸藏果 我不知道你聽完這些數字之後 有什麼感受 我想不用拿一個PHG 就可以知道今天我們會在一個什麼社會裏 用廣東話說是忙忙忙 第一個是忙碌 嘩好像隻螞蟻 忙來忙去忙來忙去走來走去 第二個是忘記 忘記了自己是誰 忘記了每個人都忘記了 每個人有一天會沒了明天 是走上死亡的道路 每天都有不少人是動武 每天有不少人是給很多東西支配著我們 搬屋啦 斗法啦 應酬啦 撞車啦 告狀啦 離婚啦 結婚啦 被狗追啦 填飽過肚啦 每天每時每分都是發生的 我們就在這些忙碌的日子裡乾活 或者說得真一些 我們是被牽著皮子走 人在江湖身不由機 We don't drive We are driven 一個最慘的事實 就是在這個大眼光當中 在我們忙碌的生活裡 往往失去了我們自己的方向 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適 變得越來越馬屋 我記得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人 他自己是一個演員 做過不少的戲 犯過不少的角色 但有一個角色他沒有做 他沒有做自己 那什麼叫做自己呢 當然啦 這個主角就是我啦 導演就是我啦 劇本在哪裡啊 他突然想到啦 如果我什麼時候覺得是有罪咎感呢 我就知道我不是在做戲 我是在做自己的 而是去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 拿著那些電郵在貧民區裡 演著火 哇 火光紅紅 很害怕很害怕 那些媽媽就叫兒子 那些兒女就叫媽媽 他看到那個時候 他很害怕 不是看到那些人抓救命害怕 而是他覺得自己無動於衷 他為錢而害怕 他說不行 我要再試過 於是他就 弄爛了燈塔 在路海有一隻船沉满 撞到那些潮石到 很多人路海逃生 但是他完全麻木 沒有半點內疚 他喊聲的 在街上說 我去了哪裡啊 我去了哪裡 其實在今天的世代 很多人都已經麻木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們每天就是麻木機械式的活著 我們教堂也是機械式的活著 我們靈修也是習慣性的 我們沒有了自己抉擇的能力 我們的宗教生活 現實生活 都是和群眾的路線走的 完全沒有自己的 恐怕我們今天 是遇上同一個問題 我們就好像哪個書所形容的人 心懷意意 好像海中的波落 被風吹動翻轉 出去向東面 我們便去東面走 出去向西面 我們便去西面走 一個麻木的人 只會跟風 跟他隨著大眾走 人人說這樣好的 我就這樣做 人人說不要這樣 我就不要這樣做 總之 跟大隊 沒有錯過 沒有了自己抉擇的能力 但聖經屢次告訴你 不要麻木 不要失去抉擇的能力 生命記三十章十五節至二十節 就說我將生死和福 尋命到你面前 所以你要揀摘生命 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全活 就好像約書下記 二十四章十五節 又是你們事奉耶和話 為不好 今天就要選擇 所要侍奉的 是你們列祖的大河那邊 所侍奉的 匿或是耶和話 子王我和我的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話 今天耶穌一樣挑戰我們 今天 在我們人生 牢牢滴滴滴 望來望去 失去方向 不知為什麽 我們好像什麽 好像蘇東波所講 人生到處知何似 因此飛鴻搭雪來 我們好像飛鴻 跳下這裏又走 跳下這裏又走 跳下那裏又走 樓下捉人 跟著就沒有了 我們會問 何推善不加呢 我們看看聖經 如何去給我們的教導 原來我們人生 是十字路口的人生 人生在十字路口中 有兩條路 究竟走哪條呢 耶穌在當中的部分 第七章十三至十四節 就告訴你 你們要盡窄門 因為引渡滅亡 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 引渡永生 那門是窄的 路是少的 抓住的人也少 人生是要面臨一個很重要的抉擇 在我們面前 是有兩條路走 一條是闊的路 闊的路 你有權去選擇 但另一方 又可以說你沒有選擇 就比方來說 有兩條路 有兩個方法 任你選擇 一個你可以繼續在這裡聽到 一個在這裡跳樓死 這哪是缺責 因為 一個繼續在這裡聽到 不是在這裡聽到就跳樓死 這哪是缺責 但是他很奇怪 明知道他死 他還要走那條路 好啊 鄧造阿當阿娃的時候 是說得很清楚很清楚 園中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吃 唯獨分辨是非的果子 那個禁果 你不可以吃 吃就死了 你說上帝是否給人有個選擇 你可以說有個選擇 他選擇吃 可以選擇不吃 但你這方面又可以說沒有選擇 因為上帝說得明白 你吃了之後必死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現在給你一個選擇 一天就繼續在這裡聽到 一天就跳樓死 那這邊是選擇來的 很明顯我們可以看到一樣 今天 我們沒錯 我們好像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其實我們錯啊 我們不是在一個地方 你可以選這條也可以 選那條也可以 不是啊 我們已經是在那條 走向死亡的道路 現在要調轉身 走向另外一個方向 另外一條上帝為我們永生的道路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今天 如果我們硬著心不順 我們就只可以說是走大眾的路線 人人人希望走那條百老回街 那個歡樂 我們跟著走 不懂得去轉回頭 不懂得去悔改 悔改這個字就是 要轉走另一個方向 但沒有啊 我們要留意耶穌在這裡提出三個字 非常重要 第一個就是要進入 這是一個命令來的 希臘文的文化叫imperative 是一個呼召 是一個催逼 就好像那時候 越南淪陷的時候 有些人催逼你 走啦走啦 上直升機了 要趕快走 時候不夠 要走了 這個是催逼的 耶穌不是說 你現在是中立的 你前面有兩條路 一條寬的路 一條窄的路 你坐著慢慢想 想想久一點也不像 耶穌不是這麼說 耶穌不是說 人生有幾種lifestyle 你可以選擇的 我不是問你選擇哪一條 而是耶穌告訴你 你們要中閘門 因為引到面亡的 那門是寬的 你要悔改 你要從那條寬的路走出來 進入去到這個閘門 因為我們現在是睡了 現在走在這個寬的路裡 我們要調柱方向走人 進入這個閘門 所以這個要進入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不是站在中立 不是 我們站在寬的路 我們要簡直離開這條寬的路 去到窄的路 才得永生 接著我們看第二個字 窄著 窄著的人也少 那是殺門 換句話來說 耶穌沒有說 我們要抓那條闊路 那闊路不用抓的 不需要抓的 是哪條路要抓的路 我們要抓的 我們要尋找 不是站在雙手等天降臨 不是 我們要用代價努力去找的 因為尋找就尋見 溝門就為你開門 但可惜 是今天真正尋求主命令的人 極之極之事 抓著的也少 我們抓什麼 我們抓銀 抓人 抓我們的名 我們的利 抓我們的好處 抓我們的權 不抓人 不抓人 引到永生 那條窄的路 最後 又回到這個 進字 進是一個行動 一個投身 不單止是一個呼召 進就是毫無保留的 將生命交上 信耶穌不是一個知字 是一個行動 就好像你搭飛機一樣 我信這架飛機 飛到我去日本東京 你頭腦上相信 但你不上飛機 對你沒用 真正的相信是什麼 上飛機 什麼意思 將生命交給飛機師 飛機撞山你就撞山 下海就下海 唯有這樣的進入 唯有這樣的交託 才是一個真正的選擇 一個真正的相信 我們又看看 前面的兩條路 我們看看這條寬的路是怎樣 耶穌說 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當 有一樣很有趣 在美國各大城市通常 有一條叫八老會街 Broadway 但不知為什麼 多數都是紅燈區臨立的地方 三凡事如是 廢城也事如是 更有不少人 不知為什麼 每天都在旁邊 寬路是什麼意思 是很容易走的路 是世界給你的人生方向 是世界給你的價值觀念 是今早有了今早做的人生觀 去禮拜堂? 信耶穌? 喂 是不是太古老了? 現在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是什麼? 化害暗節直衰子 莫當無花康節之日 人生苦短 應該盡情享受 這些 豈不是我們今天 大多數人的人生觀 享受最重要的 不需要付什麼代價 所羅蒙人怎麼警告我們呢? 所有這些是虛空的虛空 一切都是虛空 這條路不單是闊 還有很多人陪的 要人陪的 是最大的一個地方 我們餐館吃飯 往往見過小貓三四隻 都說沒事了 不如去第二間吧 包武撞板 人多地方 包武撞板 要人陪 最慘 就是自己一個人獨善其身 我們淡個病人 他說最慘 是沒有人陪我走這條死路 金聖坦說了一句話 他說 王全無客裏 今夜宿誰家 於是很多人都想要陪 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很怕孤孤生丹 有個朋友跟我說 你不要叫我上天堂 我的老友全部都不是基督徒 我們可以下去下面 雖然辛苦可以打牌 到天堂 孤零零一個人 沒有人了 我告訴你 地獄是什麼意思 就是孤零零隔絕的意思 開不了堂麻雀 於是 我們今天就有很多人 因為要有人陪 於是盡力找人去陪 所以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不要孤孤單單 事實上 他們就是走去孤孤單單隔絕這條路 不要忘記 這條路是引到永遠的滅亡 他們的結果是永遠跟神和人隔絕 永遠在後悔痛苦當中 我們是否真的想繼續走這條路呢 如果不是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一下 出路了 出路是什麼 耶穌告訴他們 有一條窄的路 耶穌第十章第九節說 可視門 進者們的鞭得永生 耶穌就說這個門 這個十字架道路 並不是一條平坦的歡路 是有犧牲的 可能被人嘲笑 可能是撿書的 路是窄的 進去人少的 有時是更加孤孤單單的 這裏不是說信主人少 因為耶穌為多人做了熟假 但是告訴他們 很可能我們會覺得很孤單 保羅就告訴我們 這知暫知興的苦楚 被將來永遠的榮耀 沒得給的 原來我們所顧念是看不見的東西 看得見的東西只是暫時的 今天我們所看錯的是什麼 是否眼前的名利 眼前的物質 眼前的喜好 為何我們不長遠來想一想 這條路是否走到永生 還是走到永遠的滅亡 耶穌說得很對 人要摘得全世界 賠上了自己 有什麼好處 人又用什麼可以換取寶貴的生命 耶穌基督告訴我們 在我們面前 我們要做一個抉擇 今天我們在一條寬的路 引致滅亡的道路在走近 我們願不願悔改回去主的路 去到主耶穌基督為我們 給予那條永生的道路 那條窄的路 那條窄的路 你說窄的路 太人少走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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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我们预备的是一条有永生的道路 虽然这条道路看来是很窄 不是那么多人 但我们知道这条曲是引导永生的道路 靠到我们能够先和人分享 带领我们亲朋戚友 来到主的面前 享受你为我们预备一条封信的道路 求你祝福引领保守我们 我们今天祷告赖奉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